大家好 今天回來了 86年的世界盃之前就有點鋪排 就是剛才那84年去了拿波里 今天踢了兩年 其實在拿波里的表現好 他也覺得開心 剛才說過拿波里的地方很窮 可能給他感覺像南美 像他的同歷回憶 他也有這麼說 他說想以足球令那裡的貧民小朋友害羞 因為令他想起自己 甚至他最早出道的小阿根廷人島 也是一間在貧民區的擴求會 甚至那間球會原來都是政治食材 原來他最早成立的時候 早班那群人想紀念 後來成為了五一路徒戰 只是說芝加哥戲碼那一段大途散的事 這些都跟後來變了左派有點淵源 波羅聯世界盃 可能在很多人心目中 是近三十幾四十年裡面 最好看的世界盃 認不認同是比利Sir 好看到不得了 又多靚入球 又緊張刺激 蘇聯對比利Sir 4比3 然後丹麥 又6比1 烏拉圭 又輸回5比1 比西班牙 然後阿根廷對英格蘭 然後巴西對法國 看看有多少經典場面 是 八二是巴西對意大利是經典 八六其實巴西對法國也很經典 經典 其實比利Sir想說一說 八六年世界盃之前的一些觀點和鋪排 因為八六年世界盃之前 是不是阿根廷在世界盃之前 並不是很受到關注 並不是熱門來的呢 這些人都是認為 八四年法國對替人得太漂亮 所以八四 即是法國是被譽為一個 其中一個熱門 還有巴西呢 八二年這樣輸完之後 大家很期待八六年 會不會將 事蓋到 即是可以拿回管理 尤其是兩屆八二和八六 都是辛坦娜做教練 都是美麗足球的代表 所以巴西和法國是 被譽為高一線一點 那麼阿根廷就是 就排八二年阿根廷很一般 所以那些人就 不會對他們很大期望 但是我不會 我認為是 不是叫黑馬 是二線 是月標 次月門 三月門 那些 那些 但是問題就是 八十年代 如果大家 不太知道 八十年代的足球 百花齊放得很厲害 每一隊都有 兩三顆星 是撐住 還有 不同的國家隊 是有很鮮明的風格 現在是 全部是 幾乎打同一種種球 你想想 一南美球也變成歐洲球 八六年西德 一波一波進入決賽 但是其實不是很合理的 那些年代 是 九零年才叫做 改邪歸正 九零年 德國隊的形象 八二八六 都是被譽為 奸角的角色 下把球 那樣打 當然也有少少 是因為蘇斯達 一組成一名之後 就說不打國家隊 但是他還有露鳴尼 還有列巴斯基 馬圖斯 是厲害的 是厲害的 但是 八二八六的形象不好 八二八六的形象都不好 你想想八二年 他又跟奧地利踢墨契球 是 然後又走線 八六年也是走線的 他特意輸給 當然真踢他不夠 真踢也未必夠丹麥踢 但是他特意輸給丹麥 這樣就可以避開了 為甚麼呢 因為丹麥去了 那個線就有蘇聯 蘇聯在初賽 六比零贏 匈牙利 一比一打和法國隊 就想避開 蘇聯的班底 就是七九年世青杯決賽的班底 是 所以蘇聯在初賽 利用了高原氣候 他們打了很多遠射 還有一些很體力認得足球 很誇張 蘇聯在初賽 蘇聯比利時和丹麥都是黑馬 是啊 所以德德德就很精 他十六強是對摩洛哥 始終是欺負別人的經驗 這些是西德國 被人感覺到不正氣 不是完全憑實力的表現 出善為先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這件事 大部份人都覺得要阿堅廷贏 都不合理 西德這樣一扣一扣入到決賽 被他贏了縱成世界 86年西德不受歡迎的程度相對已經沒有82年那麼嚴重 82年差不多是九成的球迷都想以大利贏 82年是嚴重到連西德的球迷都受不了 甚至有些人回憶 有些資深一點的西德德國體育記者 他們大部份都會承認那一屆是完全不值得自豪的 八二 他也沒有什麼自豪 甚至說希雄之子的那場球 有些西德球迷是將國旗消毀了 其實那個是很差的 雖然拍不到相片 但有些出名的相片 就是阿爾及利亞球迷拿了這支銀子 屈死了阿爾及利亞球迷 即是話場沒有黑幕 然後其實少少說回阿根廷 你會說86個背景就是世界盃 其實是強隊林立 每一隊球都升高低低的 每一隊球都有些不同的特點 那時候就算巴西 你可以說涉高蘇古迪少也老了 但是還有一些後起之手 換回頭 其實在82年巴西致命傷 就是頭三的前鋒都傷了 結果是要找第四中鋒的 八二 八二是沙珍奴 是沙珍奴的頂盪 86年就加拉加 加拉加就成功了 即是成功了之後 當時的背景就是 比利Sir 加拉加入五球 加拉加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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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加加拉加 加拉加加拉加 但是其實這隊阿根廷 剛才提到有少少冷味 入了世界盃 也未必有很多人看好他拿冠冠 比利Sir剛才所說 82年不是太誇張 所以八六年入到去 都覺得你也是這麼說 誰知道八六年的世界盃 其實有些小插曲可以慢慢說 第一件事就是由外衛賽開始說起 當時外衛賽 當時有小組制 亞根廷、委內瑞拉、秘魯和哥倫比爾一組 要打雙循環 但原來有一宗故事 很多人都不知道 原來當時 馬拉多娜已經重返國家隊 在1985年 1985年 重返國家隊 有一個 作客委內瑞拉 誰知道 其實他之前是不停受傷的 大家都知道 他無論在球會級賽事 都是不停被人踢 拜賢勢杯也是 有少少隱患 有一個委內瑞拉 突然有一個人 應該是被人派遣出來的 突然間在人群之中 逃到馬拉多娜的面前 一腳大腳踢到他的膝蓋 馬拉多娜很痛 已經扔著扔著 還要在小組制中 還踢了頭兩三場 但他說已經很辛苦 踢不到 最後一場球 其實有一場球 對秘魯手循環 輸了0比1 最後一場球 一定要打和 阿根廷才能出線 世界盃的決賽周 誰知道那一場球 去到比賽末段 還是落後的1比2 其實當時很想 自己可以入多球 追回2比2 但他真的受不了 腳踢得他 踢中了他最痛的要害 最後一場球 最有在他進入2比2的球 追回2比2 成功力壓迫 瑞瑞拉的出線 而當時來一個小故事 就是說 其實外圍賽不是打得特別好 阿根廷足總有想過 炒了貝拉道 找來一個教練做教練 但是瑞瑞拉就力挺 貝拉道就說 如果貝拉道不教我 我也不踢了 出大絕 出大絕 還有說 決賽周之前 其實瑞瑞拉的分外情敗路了 是嗎 變成炒炒炒炒 被炒花生 炒花生 最生氣什麼事 都是比較多人談論 就是瑞瑞拉和巴薩利拉的關係 比利Sir和阿根可以補充一下 比利Sir先 他和巴薩利拉發生什麼事 1986年世界杯 為什麼巴薩利拉沒有上陣呢 有兩個幫派 一邊就是巴薩利拉 一邊就是瑞瑞拉 很明顯就是 結果都知道 所以巴薩利拉 整個86年世界杯 是沒有踢過的 但是他也是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唯一一人 七八和八六都有贏冠軍的 唯一一人 是 隊長 七八就是隊長 八六就不是 當然 八六是否最後沒有選到他 好像說什麼 表面原因是長衛炎 其實是沒有選到的 我記得大軍名單有他的名字 但是他沒有出場 沒有出場 有名單但是沒有出場 我再檢查一下 有一個故事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他說巴薩利拉 其實當時已經33歲 到86年世界杯 算是老將 七八年他都已經在 90年代 SKYTV是做過一個節目 叫做南美和歐洲最佳一人 南美和歐洲的中堅 是選了巴薩利拉 是有訪問到他 我記得 他最後說 就是86年世界杯 決賽之前 最後兩個人攤牌 但是貝拉套選了馬勒當勒 一定 當然 加多一陣 巴薩利拉是 小武家 不是 是何常隊長 當然做了很久 這件事火上加油 何常隊長 還要是老派 又和更衣室 其他人不友好 那些人又靠攏 總之是火星撞地球 33歲 老爺 那沒辦法 那 果然 後來巴薩利拉 最後決賽開齋的布朗 其實就是代了巴薩利拉 所以算是少少 因緣際會之下 當然他們兩個的因緣 因緣就不在中結 後來做了夏文 是的 但也有傳 因為巴薩利拉 有時候 國家隊操練開會的時候 發現馬勒當勒會遲到 而讓他知道的原因 就是馬勒當勒吸毒 因為吸毒而遲到 他就覺得很不滿 你身為國家隊隊長 我讓了國家隊隊長的避章給你 他是紀律主義者 但是你是不自愛 你又遲到 還要吸毒 這就是傳聞 或者我看荷荷都看回來的一個故事 就是說 是因為這些事情 大家有介替 後來老馬回到小寶家 跟肯尼基 一天重逢 有一次入了波 大家在互咀逆敏 其實那件事也是跟巴薩利拉有關 為什麼呢 後來先說 先買關子 其實很有趣的 白龍世界盃最佳11人陣容 是除了阿多娜之外 沒有其他阿根廷球員 可想而知 阿多娜自己一個 當然你可以說 那對阿根廷有其餘的 你說有些球員都可以踢一下 你說華丹奴 你說貝魯齊加 你可以說勒基利 那些球員都可以踢到 但是 其實今時今日 我很記得阿淡跟我說過 嘩 我真的說華丹奴 就算你說 拿世界盃冠軍好 你說踢王馬好 不是什麼很高質的球員 你說貝魯齊加 那些世界盃都失去很多機會 其實這個世界盃 馬當娜雖然在14個球裡面 有5個入球 5個助攻 另外有3個preassist 其實在14個球裡面 自己直接聯繫 或者間接聯繫 13個球 以8-6的球員 這麼勝負 只有他一個入選 最佳11人 是相當合理的 對 其實如果 你說貝魯齊加 或者華丹奴 這些球員 可以聰明一點 他助攻可以多幾球 大家都知道 隊友失機得很厲害 所以那屆馬當娜的表現 真的是神級 多神 你們倆可以補充 Billy Sir 你先吧 剛剛數據都說了一切 還有我想說 就是 貝拉道 就是用了三後衛 這件事 就是將三後衛 帶入世界盃的賽場 而成功 這件事 也是一個關鍵 就是用了吉斯迪 布朗 以及 勒基里三個後衛 反而堆砌多些中場 去支持馬拉當娜 而馬拉當娜前面 就是德華丹奴 布魯齊加就是 後上多的 附風 沒錯 這是一個戰術 就是 剛才 麥前 也跟 李討論過 你發覺 拿波也好 阿根廷也好 他們使用得馬拉當娜最好的方式 就是擺一個前鋒的物體 在馬拉當娜的前面 然後整群人 就在他身邊 幫他搶球 交球給他 而馬拉當娜就是一個自由人的角色 你發覺馬拉當娜在右邊又出現 中間又出現 左邊又出現 而當屆馬拉當娜很明顯就是一個狀態 最巔峰最巔峰 也都在墨西哥 這個廣西班牙文的地方 都是有利 會不會有好處 這麼熱的天氣 就是墨西哥40度 但是因為他始終都是 在美洲 因為去到八強的時候 已經剩下巴西和阿根廷 其他隊都是歐洲球 歐洲對這種環境的不適應力是更加低 沒錯 相對於南美會好些 雖然也不是差很遠 因為阿根廷其實也有溫大氣候 其實百年世界盃 很多人都在說 陣容也不算很強 但其實簽運也算漂亮 因為避開了巴西和法國 阿根廷其實初賽和十六強都不是特別標青 當然這個對打世界盃這種大賽是優勢 你沒有那麼快露鋒王 我記得你真的跟我說露鋒王 因為我最早的兩屆世界盃是八六還是九零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不可以露鋒王 太早了 對 對 對 這個阿根廷的初賽 對意大利 那對意大利雖然不是衛免冠軍 但是是強老之末 是 沒有什麼 那些老的就老了 譬如乾地和阿杜布尼 阿杜布尼有波尼 但是都已經老了 而且整隊波尼還沒有起 即是後期出現 八年歐洲學家盃的人都還沒有出來 所以 八趙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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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不是很 整隊都是清亡不知 老的又老了 年輕的又未上得及 然後保加利亞和南韓 當然是未成氣候 保加利亞在那些世界杯 之前 還未一場都未贏過 在歷史上 保加利亞要到94年 才能得到他們第一場 世界杯的勝仗 但是南韓也是很凶狠的 據問第一場 上半場已經淘汰了 麥瑪當娜十一夜 當然 南韓那些年代 也不是人品 每個人都是亂踢人 但是當時的 我想馬拉多娜也有些 自己拿來 因為她說 跟南韓一組 這些可以的 我們不需要太擔心 所以可能因為這樣 所以激到南韓 就不斷踢他 因為那時候大家都知道 是不斷踢的 對著球員可以 你當是 我不是說 哈利列納說 80年代的足球員 你可以當成X-rated 你可以當成18歲以上才能看得到 其實真的能踢到健骨 不只是四級 即是現摩SM 五級 但馬拉多娜也有度好 剛才Billy Sir說過 馬拉多娜前後 還有另一件事 她在八塞的時候 被街高茶踢斷了腳 之後 開始學會 一些位置去保護自己 炸地 鼻重就輕 或者 知道怎樣 開始知道怎樣 可以不令自己這麼痛 當然 我想毒品也有原因 順便提一提 86年本來是哥倫比亞主辦的 但是因為她政局太混亂 而且她好像不夠錢 最後淋入臨盒 才拋回麥西哥 最重要是86年 哥倫比亞地震 是 之前那年 所以就轉去麥西哥打 麥西哥打 麥西哥本身也是地震 但是勉強頂得住 但這個很臭巧 因為62年智利舉辦 但其實她之前一來也是大地震 那一宗很嚴重 是九級地震 九級地震 智利 老實說86年世界盃 馬當娜有向夏威靈哲 投訴過 可不可以不要踢中五球 因為真的四十多度 是很難頂 我想對歐洲球隊的影響更加大 亦都是造就了 為何南美球隊那屆 會贏冠軍 因為天氣太熱 下午球 馬當娜也開始練到一個 如果我們剛才說馬當娜這個球員 我經常都說五件事 力 速 技 心 腦 力量 速度 技術 心態 腦袋 這個球員都齊了 真的很少見 而且你可以在球場上演繹 他做到的事 我覺得很神奇 你可以說初頭少少晚熱的情況 所以就要奄華到八強 對著英格蘭 對著英格蘭 成為了最經典的一幕 我覺得大家看八強英格蘭這一場 不要只看他們兩個入球和精華 也有一個是手球 不過那時候沒有VAR 難道你正看不到球員自己自認 我覺得就不會 但是一個事情就是 馬當娜做一件事 我覺得是很誇張的 那場球如果大家要全場看 你數一下馬當娜被英格蘭 球員踢了幾個腳 我想不下二十腳 真的拉腳 夾腳 踢腰 什麼都齊 而就是這樣 大家在說馬當娜毛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英格蘭都是 Borderline cheating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特別是馬當娜梅開爾道之後 那個感覺更加強烈 就是你覺得真的是Borderline 就是對方是 看到腳踢 看到腳踢 好像那八十年代那些 凶狠的足球 但是這場球 就成為了大家對馬當娜最深刻的記憶 但是我想說 在第一球入馬當娜的手球之前 我想讓大家看看這段片 你監製播一播 對英格蘭 1980年 馬當娜當娜當時是19歲的一個片段 這個片段我覺得大家要值得看 因為跟86年世界盃那球球 是有些不謀異合的 記住這個是1980年的片段 當時馬當娜當娜也是對著英格蘭 你看著 一個又是扭過五個 射的時候這球球 跟世界的Borderline 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不入的這個球 斜出了 看多一次 穿著十號球衣的馬當娜 一個是這樣 一個過三個 第四個過來拍他 單對單對著龍門 就用左腳尖射 誰知道是離開門柱 一個球位到出 這個球也是造就了1986年 他一扭六那個球 為什麼呢 這個球之後呢 他就打電話 跟他弟弟聊天 他弟弟就說 喂 這場球有沒有搞錯啊 那球球這樣也不入 他說 喂 你射吧 他說 比起我那個龍門也扭過了 龍門扭過了 對英格蘭這些球員 扭過龍門 射入他的射空門 不是很容易嗎 這樣 馬當娜就深深記住 他弟弟說的這句說話 八六年的細胞 六年之後 他二十五歲 一個扭過五個 英格蘭的後衛之後 再扭過龍門 斯路頓才射空門 所以 八六年的這球球 其實也有點相似 當然也對基達菲的球也有點相似 但是八六年的 八零年和八六年 兩次對英格蘭 其實他都可以做到一扭五 再做出射門 問題就是一個球入 一個球不入 如果八零年那球入 八六年的球入 更加經典 所以要反駁一些聲音 馬當娜 第二球 就是對英格蘭八六年 都是因為有了你第一球 上帝之手 影響了比賽的那個場面 不是的 那之後才有第二球 但是如果我們再追完 我們再看八六年 八零年這一球球 就會發現 其實馬當娜的那個天分 不是我們趨出來的 而是他自己本身 一早就已經 達到這一點 不是說 我們要去 他專門去補大某些神職 而是他同時 他應許了他弟弟這樣說 是不是 我又要親自再做一次 而且這次我一定要進 他是進給你看 是啊 八零年那球 對英格蘭其實 就是欠一個波位 有人說龍門都是斯路頓 兩次都是 可能橫掛了那六年 英格蘭首席門將都是斯路頓 但是八六年那場波 八強對英格蘭 那個背景是怎樣呢 比利Sir先說一下 八六年 對英格蘭那場之前 是不是大家都看好阿均廷 還是英格蘭 那場波之前 都是覺得這兩隊贏了 都應該有機會去決賽 因為大家看到會對比利 或者西班牙 因為比利時就淘汰了 蘇聯 西班牙就淘汰了丹麥 其實當初大家猜 就是丹麥對蘇聯的 是 那就會好看了 誰知道就變成了 比利時對西班牙 那就變成了 英格蘭和阿根廷 哪一隊贏呢 就對比利時或者西班牙 他們都會覺得 無論英格蘭還是阿根廷 都應該高過 比利時或者西班牙 但是比利時那時候都挺厲害的 史師傅 橫空出勢 但是始終都不是夠 丹麥和蘇聯 那麼有看頭 還有經驗又少 所以都會認為 傳統大國阿根廷和英格蘭 應該會 哪一隊贏到 哪一隊應該會入決賽 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大家都覺得 這場應該是 有點像 二年世界盃 巴西對英格蘭 哪一隊贏呢 哪一隊應該會入決賽 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要踢過才知道 因為其實英格蘭 開始起了 那段時候 一年來現在 對波蘭入三球 然後又對 十六強的時候 英格蘭又 英格蘭又 十六強的時候 對 巴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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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拉圭又入兩球 看到英格蘭是正在起 所以 所以覺得 都是有力一戰的 當時 有一個傳說 不過我經常都聽 大家 自六六年最強 聽了幾十次 英格蘭 但是當時 八六年那隊 都算是自六年之一 最強 不是 開頭不是一般的 甚至 因為 如果去Full Match & Show網站 他是上載 四年前 ITV一套紀錄片 就是全部 一線英那群各腳 就聚首一堂回憶 那一年的Campaign 和特別的這場球 他也說回 一開始 其實那時候 英格蘭 不是說真的特別好 因為那時候 足球流民問題 太槍決了 甚至有時 溫布萊是會有吉位 一些有儀賽 或者外圍賽 一開始那兩場 其實英格蘭 打得很麻煩 去到對波蘭的一場 是非勝不可 其實你說 連尼加入三球球 開始 或者之後對巴拉圭 但其實當年 八十年代中 你都可以想像一下 其實那段時間 英格蘭的足球 都在起飛 你可以說是唯一 也不算 但剛剛那時候 氣數降零 又降零 這個我也要補充 英格蘭說得對 在初賽的時候 英格蘭第一場 輸零比一 輸比普龍 然後第二場 對 摩洛哥 對摩洛哥 零比零 兩場 兩場都一分 所以第三場 是非勝不可 你想像到 你想像到 踢了兩場之後 英格的小報 應該是屌到七彩 還有一件事 就是 奧嬸傷了 他們覺得奧嬸是 救世主 奧嬸又傷了 奧嬸又傷了 偉健士又紅牌 對 中場中路 英格蘭兩場 中場中路 那兩個都沒得踢 反而就用 列特和何道 打中場中 那兩個位 反而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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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回應一下 李克說 那時候 八十年代初 八十六年 在之前 由七九年 至八五年 八年期間 有七屆 都是英格蘭 拿歐冠冠 兩屆 圍拉森林 兩屆圍拉森林 四屆利物浦 中間只有被漢堡贏過一屆 而八五年 因為稀訴事件 你就輸還給祖雲達斯 其實九屆入面 八屆 英格蘭的球隊 都打入到歐冠的決賽 和九屆入面 又贏了八屆 但是 有人也說過 就是 做過一個paradox 就是說 球會踢得好 反而國家隊踢得不好 八四年 他們出不了線 在歐洲國家盃 八六年 一開始也踢得不好 八二年也不是 要踢得特別好 雖然八二年 他們是 未輸過球 八二年 但是 都不是表現太突出 其實英格蘭 你也說得對 每一屆都會說 這隊是最強 永遠都是這隊最強 我那隊最強 這句話我聽了三十幾年 八二年 八二年 早兩年都在聽 一個騙局 一個騙局 六六年 八二年之後到二零一八都會說 這一屆都是最強 一屆都是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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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二年就是另一種諷刺 第一場 他是對法國 他贏三比一 和八難人入選 那時候是創了入球最快紀錄 那時候 他也是全國打了飛機 但是我補充多一點 就是其實你會發現 英格蘭的球會 雖然八十年代 就不點稱霸歐冠 但是呢 有一個特點 就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在那時候 捧歐冠的球隊 八十年代 出去打州際會 對南美球隊 通常不夠打 不夠打 如果你英格蘭的球會 八十年代的賣點 就是他的正面防守很強 但是呢 譬如你看回八四年 利物浦輸給獨立隊 然後往後往前 譬如說八二年 維拉對彭拿路也是輸兩球 其實英格蘭球會也好 那時候同期的歐洲球會 譬如說漢寶出輸給金美奧 不夠打 八一好像 八一是輸給費林明哥 是啊 利物浦是輸給費林明哥 所以很多歐洲球會 八十年代 出到州際盃對著那些 是南美球隊 不是 簡直是很久 因為你說 都有點心態的問題 因為歐洲覺得 這是一個感上天花一杯 但是南美那些 是要證明自己的 但是南美是 因為比利那些 我沒有去歐洲踢球的 一直都是在巴西踢球 我去州際盃一杯 是證明我 撞對他那次 就是撞對賓菲加 和尤西比奧決鬥 是的 賓菲加和尤西比奧 比利和尤西比奧 但是八六年的背景 八強就是八強就是 英格蘭也是一些 當然是因為福克蘭戰爭之後 第一次正式上來自封頭 我覺得政治背景是強的 但是這個反而是有趣 賽前記者是比馬勒多拿 他講過這場政治意義 他講過福克蘭戰爭的緣故 會令你們更加有刺激 但是馬勒多拿說 政治橫政治足球橫足球 你現在兩東西混為一堂 那部RTV記錄片是拍下的那一段 這本書也有說的 其實看回這個 context 其實那時候對方未必 真的那麼想握手 兩件事可以握手 因為八二年那次的心理壓力那麼大 搞到瘋了 他是想握手這件事 後來入了上帝之手 所以才要合理化這件事 其實是後加上去的 這是偶然 第一球球 其實我很想講 以一個福克蘭戰爭的背景之下 這兩對球 我相信馬勒多拿除了很想贏這場球之外 也希望為國民 為自己國家的所有人爭一口氣 因為其實他也是有少少 Android在這裏 圖書也有一者 圖書也有一者 但其實他的內容 Joyvan Wilson 在最近的Guardian也有說出來 如果大家去詳細 都可以拿一拿 他最近寫的文章 因為他都很大篇幅寫 馬勒多拿 最近的Guardian 但是 大家的感覺就是 馬勒多拿 為什麼這麼國民英雄感覺 也是因為這場球 出了後氣 謝謝司長Chris 出了後氣 第一球球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我會幫馬勒多拿 那句話 其實我不是想特別幫我 那句話 我只要覺得那時候沒有VAL 球場看不到就看不到 而他是一件事很聰明的 因為他入了那個手球之後 他第一時間走到他旁邊慶祝 那些人仍然覺得是否手球 還在討論的時候 他說 大哥 我告訴你 而且他還不斷舉起右手 其實已經被這個隊友按住了 可能球證會覺得不對勁 馬上吹回頭 他先慶祝了 如果我仍然在想 是否手球 大家看著眼睛 就是手球 我當然是做了這個動作 所以球證沒有吹 我不是球證 球員也沒有必要去自首 你會不會踩了人的腳 不會的 你沒有VAL 那是你虧了 球證看不到 是球證的問題 馬當娜沒有必要 他沒有必要 要承認自己是手球 你說沒有體育知識 為什麼他有體育知識 為什麼大家要想一件事 是那個人要完美 要這麼完美才去踢球 一來沒有讀書 二來 我想問一下 你現在聽Amy Winehouse 你聽Robbie Williams 你聽Justin Bieber 全部都是吸躲 還有 Justin Bieber 那是娛樂圈另一回事 那是娛樂圈另一回事 不是 但是你不要說形象 你說形象是怎樣 或者為什麼要做到這麼光明 我擺明明 站出來就是真小人 正如我上次做的比喻一樣 我舉個例子一樣 如果你說李伯 首先你覺得他是私先 還是他是一個醉酒老 他是一個爛醉老 首先肯定這個人的才華 當然如果你說我完全不懂足球 我只是理解到馬當娜是一個喜歡玩 喜歡滾 喜歡吸毒的一個人 你不懂足球 沒有話可說 還有那個上帝之手 我自己感覺 首先上帝之手 球證如果沒有 如果球證抓不到他 他是沒有必要去自首的 我自己覺得 是純粹我自己的感覺 去到世界盃這種層次 很難會有體育精神 有時候是專門的 有時候發現十二把是枉判 會專門射失 但去到這些層面很難 球證不出 一般聯賽可能不會 為什麼他要自首呢 他沒有必要去自首 我不知道Billy你認不認同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球證是發雞盲 對 看不到 那個球證 還有一件事 阿馬當娜在九零年世界盃 對蘇聯又再試一次 是 那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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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班球證搞什麼 都不知道做什麼 世界盃球證 這個其實是國際觸協政治 他找了一個特尼西亞球證去主吹 當然如果再拉磚軟一點 其實跟66年世界盃有一點關係 因為66年的時候 八強是英格蘭對阿根廷 和西德對烏拉圭 結果找西德球證去吹英格蘭那場 或者英格蘭球證去吹西德那場 結果兩隊南美球證都出局 而那屆普遍全南美洲都覺得 根本就是歐洲挽救他們 又或者蘇聯專給瑞典球證搞 又是經典例子 又是 有一點 去到86年 有一點可能因為這些前科 就免得找歐洲 或者南美球證 都一定有 就找一個可能沒有關係的州份去搞 但你找到一個非洲球證 其實不太夠班 當然這也是國際足協 自從夏立衛蘭至 他副手馬里達上台之後 他那種政策其實是一種足球蛇齋餅種 他就給了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會員國的好處 這些其實是囚勇政治 當然有一點諷刺 就是後來馬勒當勒 最後馬勒當勒是跟國際足協反了面 說他們腐敗 當然他後來戒毒成功了 他逐多十幾年揚手 他就見證著Fever怎麼回事 算是最後的復仇 不過86年其實他也是受惠於這種腐敗 之後呢 我們略略說了那場球 其實你說四分鐘後 那個一樓六沒有話可說 很多球迷 這屆球迷就說 沒有四分鐘之前那球 又怎麼會有這球呢 但80年那球 馬勒當勒19歲 對著你五個後衛都輕而過了 也是射軟住 射軟了一個球位 只不過是六年前 可能六年前 接受了弟弟的意見 扭著籠子才能射 然後獵龍門 斯洛頓也扭著 射入空門 那時候我對馬當勒的印象是什麼 你知道嗎 很誇張 你說他踢不跌 留意一下他 一直跌的位置 他可以靠雙腳加速 好像踩單車一樣 單車準備跌的時候 你就踩了 這樣就起來了 他就像踩單車一樣 他人呢 我覺得說得對 林伯拉迪 他說得對 林伯拉迪 他說得對 馬多拿給我印象 就像一個 鋪板球 不倒翁 那樣 重心低 你一直推他 他都不跌 有過到你的對抗性 極強 如果用FM的角度看 這個球員 平衡是爆分的 20 對 爆發力 爆分 Determination 爆分的 這個球員 不倒翁 就算踢他 他習慣了前後 你怎麼踢 球證不吹雞 我還要跑 他是預計 他拿著命 拿著腳出來 和你贏這場 所以 第二球球 最生氣的 我沒有記錯 Bucci 打算關掉 但其實 他硬吃 都借了 其實我會補充一下 其實足球歷史是要拉到整個科技史來看的 86年的時候的科技哪有可能做到VAR呢 電視還是真空現象館來的 解像度很低 你要重播的話 你要找一頂錄影帶去場地播放 這要浪費多少時間 這是幾年的事來的 這是電視數碼化和高清化之後才能做到 還有現在的影像是很快可以上載到的 其實你可以說他的平衡 你可以說他的對抗性 重心極低 真的可以不倒翁 前後Patt 完全搞不定 其實那球球球 BillySir也知道 應該拉到他四強對比利時 其實那球球球也都是 我覺得很誇張 不要關注他一樓五射進了球 因為對比利時又是一個樓幾個射進 對比利時 施健章的版本就是 因為其實球員都累了 世界打機用外掛系統捉不到 就是球勝心 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不知道他在回應什麼 繼續 那有人提回六六年的球 同一道理 其實如果有門線技術 我都相信Hers那球應該是不進 是 我夠了有沒有手 就被人追了 對比利時的球 最誇張的不是他又是一個樓幾個射進 施健章的版本就是 因為其實比利時很累 因為之前那場好像對蘇聯加閃 對比利時都被打到殘河 去打到殘河 其實我自己的感覺 你經常說到蘇聯幾厲害 蘇聯和一班人幾年前打世青杯 又比馬來多亞球 的球 有幾厲害 就是我的感覺 應該有一打 不要說到他沒法打 比利時說他一個扭五個射 我扭的關鍵的位置是大家留意一下 馬當納射入完球那一刻 其實因為他是一路推一路扭 扭四五個球員 然後沿著左路射遠處 那個動作射完之後是跌的 又是不倒翁 不知他怎樣 腳一下加速突然起身 順帶就跟其他球員一起慶祝 他動作的平衡力是不知怎樣回來的 這個球員是很獨特的 他的身體的平衡 應該跟他小時候踢街坡的經驗 是 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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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 Sir呢 這裡我想補充 其實對比利時的第一球都很漂亮 第一球是右邊 貝魯齊加彈的直線 根本馬當納射用左腳 根本就很難射 但是你發覺他用腳背一彈 就穿過了兩個後衛和朴富 就在一條線的位置進去 其實這個球 跟初賽對意大利的球 一樣是很難射的 兩個球都不知為何 都是很高難度射的 對比利時的球 固然是 你說得很對的 就是他一條線 推過了加力斯 最後推過加力斯 最後推過加力斯 推過古倫 和華莫特 這個叫做 韋莫特 忘記了那個名字 韋莫特 終於推過加力斯 不是 我講一次 22號是華莫特 22號由華莫特 是左後 不是 那個叫做 羅斯 最後推過加力斯 然後他根本是失平衡 但是 你講得很對 然後他又可以走兩步 就起得翻身 所以不會跌的 這件事很有趣 還有我想補充一點 就是86年 阿根廷 英格蘭那一場 那件球衣 被譽為 馬諾多納那一件 當然是 被譽為有史以來最貴的球衣 你知道嗎 那件事在這個 卡式Football Shoot 有為他做過一條片 好像有聽過這個故事 好像臨時早一天 車出來的 是的 有說 我講卡式Football Shoot 那個版本 其實他對 十六強 對烏拉圭那一場 都是穿藍色衣 但是他跟 對阿根廷那件 那件 藍色衣 不一樣的 第一就是 第一半的字 對烏拉圭是穿白色字 對英格蘭那件 是銀色字 有說 貝拉那裏就說 說這件衣服 不舒服 很熱 所以有下令 叫那些人 去找個辦法解決這件事 然後 在墨西哥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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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那裏 那裏 就是三角雞 那裏 在當地找了一件衣服 然後找了一件藍色衣服 應該是勒開的 然後就 釘了那張 那張 1986年世紀的那張 如果大家有玩開波衫 就知道 那張有兩條 那些稻水 是圍著的 但是 對英格蘭那件是沒有的 然後就釘了下去 所以 但是 用了另一個款 我告訴你 在現金是應該不給的 就是 2018年是不會給的 那他們 穿完了之後 其實還有一個故事 當年 是何志 Steve Horch 就是 劇二刺的時候 應該是 沒有記錯 他就和馬當娜 交換了這件衣服 所以 就是何志 擁有了這件衣服 但是 我沒有記錯 就現在放了在 這件衣服 應該是英格蘭足球公園裡面 我不知道是不是何志 捐了這件衣服 還是給他們 但是這件衣服 應該有說 如果這件衣服 拍賣 不是死之前 不是死之前 現在更貴了吧 現在一定更貴 但是 這件衣服 因為 這件衣服很經典 一球 一球 上帝之手 所以這件衣服 是很經典 所以有說 這件衣服應該是 有史以來 歷史上最貴的一件波衫 老實說 我剛才有說過 八六年的世界盃 是unplayable的 因為 這件波衫固然 漂亮 大家看了一次 剛才比利Sir說過這件波衫 是臨時早一天 車出來的 我猜不到 那時候是沒有分主場 坐下波衫的 如果你對英格蘭 你要找人坐下波衫 那時候要即場車 大哥 應該好 現在沒有了 比利Sir 現在怎麼都兩件 現在 因為現在 賽前 要開會 大家穿什麼衣服 龍門都會研究 避免了 那些衣服 穿錯 不對的問題 比如說 七八年世界盃 法國隊試過穿一件 綠白間條的波衫 就是因為他沒有帶作下波衫 對著匈牙利 沒有記錯 所以 就 臨時 問當地的球會 阿根廷的球會 借了六百間條的波衫 六色衣服 這些事情 是 不容許發生的 在2018世界 即現今的年代 現在開會 在前 大家說定 你穿什麼顏色 我穿什麼顏色 把衣服都拿上去 球證會叫兩隊 拿上衣服 主場作下 現在是把褲子和褲子都不容許撞色 現在是這樣的 主場是豬紅色 不撞下白色 沒有撞 法國隊怎會撞下藍色 因為 因為 匈牙利大了白色 八角隊應該是藍白紅 匈牙利正常就是紅白 但是 這件 就是馬拉多娜那件 沒有了一個杜瑞 你看到 阿根廷的章 沒有兩個杜瑞 你看到 捧杯那件 你看到捧杯那件 的章 是AFA的旁邊 有兩條杜瑞 嗯 都挺有趣的 但是 如果你說回馬拉多娜 在那天的小孩杯 怎樣是unplayable 你攔截她 我會拼佛球 她又會射死你 或者又出了一個好球 很尷尬 你出腳難她 她又一定 一個扭你幾個 很尷尬 很尷尬 而你不難她 她又會交到 很漂亮 很滲透性的傳數 她交球都很漂亮 很多人都專注了 她一扭幾 但其實她扭球很厲害 這種不倒翁球員 我想說這種不倒翁球員 我常常說美斯 我懷疑 就是沒有不倒翁的感覺 是的 還有一些 沒有不倒翁球員 好像不懂得跌 力速忌心腦 力也有一個原因 就是她跟馬拉多娜 相差很遠 馬拉多娜 又撞到 又不跌 又不倒翁 嗯 美斯是沒有那麼實正的 到底大智慧 或者大空型 有人叫 是不是差馬拉多娜 是 不是她的對手才參加馬拉多娜 不是 我意思是 角色 設計也是 因為首先 譬如你 看很多 足球小匠裡面 一開始說大智慧 她有多熱愛足球 平時的球 怎樣扔著自己 那些 其實是把馬拉多娜搬過去 先回來 我們今天說馬拉多娜 她是一個這麼 iconic 人物的原因 都是因為 都是對應我上次講的 Signorini 她的營養師 和個人訓練 有一個經典的名句 就說馬拉多娜 Diego 馬拉多娜 Diego 就是我們認識 很好球的 馬拉多娜 就是大家都 會對她 有些懷疑 那一邊 但是現在 到今時今日死了 就是 無論Diego 和馬拉多娜 都是值得別人掛念 高波也是說了 Diego 到馬拉多娜 你可以當是兩個不同的個體 但是 現在 都是一個 其實我自己對馬拉多娜的印象 是這個世界盃 是完全不玩的 你是搞不定她 之後類似的說話 巴里斯 按照育體 馬電力也說過 那類似的說話 如果她想踢好一場球 你是完全無法阻止這個人 轉捏點 就是對英格蘭的下半場 是 她有點像之前 羅斯對巴西 但是我經常承認羅斯 大哨那些 為什麼有些不同 因為可能她是九號位 可能特別是前面踢著一腳 當然羅拉多娜也未必是 但是羅斯可能是掃了一腳 光澤基梅拿 只是掃門前的腳 我不會覺得是對比賽 我不會說 有些分別 就是在我心目中 球王永遠都是一個扭到幾個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 就是要做到這件事 撞不塌的 有速度的 扭到球的 射到球的 派到牌的 有腦子的 又可以打到配合的 多娜確實 這次世界盃除了五個入球 也交到五個助攻 也有三個 有一點點的日事可以說一下 這本書有講到 70年代阿根廷獨立隊 有個10號的Paybacker 是很好球的 那個其實是馬拉多娜童年偶像 去到86年世界盃 是因為她堅持才選 她已經很老了 選了她進去 還有對比利利時的場合 是有合力入替的 也算是幫她的童年偶像 還一件心事 這麼厲害嗎 馬拉多娜也算厲害 其實86年世界盃 到了決賽 也是一個很漂亮的球 助攻了給貝魯齊加 射入了三比二的球 就奪得這個世界盃冠軍 我自己沒有記錯 是創下一個紀錄 比利Sir應該可以補充一下 那個紀錄好像 單一屆世界盃 到今時今日 單一屆世界盃 扭球最多次數的球員 都依然是86年那屆的紀錄 我不知道 這件事 好像是扭了五十幾次 好像是 這個數字都 我猜都 後無耐者 後無耐者 我認為是很難的 很難 現在扭球 那些年輕人都不學扭球 又不踢街球 那馬多娜其中一個因素 是在街球的磨練 你是跟不同的人磨練 你想想像是一個場地 平時是一人的場 現在的場地是四打四的場地 但有時候是六打六 你跟不同的年紀的人 你經常有很固執的空間 五人的場地打七打七 你是那些地方練技術的 而馬多娜其是街球出身 那個野性和瘦性的血性 是不同的 歐洲你說要重視街球訓練 不能回去 你要記住 馬多娜他的戰鬥精神 不只是因為他是踢街球出身 然後是他窮 你不會想到一個生活很優柔的人 就算你下去叫他踢街球 但他那種好鬥狠的精神 他不會給得上馬多娜 所以大家不要忽略了他養成的背景 但這屆世界杯有輕微爆冷的感覺 比阿根廷贏了冠軍 因為他隔離的支持者不算很強 之後就拿了這屆世界杯冠軍 其實馬多娜就回到拿波里 那屆世界杯冠軍 那屆也會拿到冠軍 沒錯 那屆世界杯冠軍 那屆人有加拉加 那屆就比佳拉加加 有加拉加 還沒有加拉加 86,87還沒有 8,8,8才有 8,7,8才有 8,7,8才有 那屆人也不是好 就好像成性追擊的味道 他剛才說的 二十六歲的年紀老馬 最黃金 那時候早記剛剛在柏天尼和羅達納接班的位置 有一點聲音不接 早記 AC又未上歷 AC大概遲了兩年 18-18年 其實我想說 拿波里的成就有多誇張 其實在志曹維羅勒 拿完冠軍之後 其實到馬當納離開二甲球壇 AC米蘭都只拿過一屆二甲冠軍 反而拿波里是兩屆 森多利亞 國際米蘭這些球隊都有拿過 但是整體來說 以一隊南部球隊 可以在強隊臨立的意甲拿冠軍 是很難以置信的 即使87年加上加拉加 88年加上阿林姆 還有迪拿波里亞 類似的球員 菲奈娜那些可以撐住 但其實他的球員 你想一下AC米蘭是多強的 你也知道了 比利Sir 即是 肥安 即是安撒學題 加巴里斯 鄧立東尼 馬電尼 荷蘭三劍合 這些球員是全是電堂級 但是馬多娜那隊球員沒有一個電堂級 世界級都有一兩個 你可以說加拉加那些阿林姆 都是加拉加 阿林姆也不算是世界級 不算是公兵 就是一個電堂級 就能跟AC米蘭抗衡這麼多年 我覺得是很誇張的 很多人都說了他一流多 其實這個球員交球的眼界和力度角度都是一流的 沒錯 這個絕對同意 也會回應今天 較早時段在我們的專頁上 有網上訂購說加拉加回憶起馬多娜從來不練球 如果來練球那場球會有五、六球 不是 他說如果一個星期來練球一次 那場球會贏三球 如果一個星期來兩次練球的話 有五天時間給他練 只要出現兩次 大家的隊友會知道會贏五、六球 這是不是真事來的 簡單來說馬多娜從來不練球 是不是真的來兩次 有五、六球我就沒有做這些數據的統計 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去了兩次 但是我知道那時候看《足球》雜誌 就有說馬多娜經常不練球是真的 我回答了一些谷友 要怎樣回應 他有時候怎樣哄馬多娜來練球 就說今天費拉娜生日 回來吃蛋糕 第二天就說Cripper可能是結婚周年 回來回來 加拉加說不舒服 想念你回來 每天都用五天都用不同的藉口 一個星期用兩三次 總之可以哄他回來 用一些藉口哄他回來 然後回來才練球 練一下球 這件事我剛才在咪前 跟阿力、阿近、阿力都分享過 順帶也說過另一個球員 專門是不練球的 就叫沙維斯域 那就是 在星隊的時候 應該是藍斯拉夫 在藍斯拉夫年代 說史達哥域還是年輕的時候 就說沙維斯域從來不出現在訓練場 史達哥域說 如果沙維斯域練球就更加不得了 所以剛才我們在咪前也有討論過 這也是解釋了沙維斯域 踢阿斯米蘭 是踢得很好 但是他很好的時間是較為 因為我們都會認為 阿斯米蘭這些那麼多大佬 在這裏的球隊 是不容許沙維斯域做這樣的事情 射不來練球 因為你阿斯米蘭有韋亞 有柏斌 有三劍俠 有巴里斯 有馬電尼 尤其是巴里斯馬電尼 鄧立東來 全部都很厲害 本土的人怎會容許李斯米蘭 沙維也不會給 他不練球 但之後會練習個人技術 其實不用了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這件事是真事 因為卡拉加說出來 他整班納波里球員 只要知道他來練球 就知道那星期至少贏三球 所以他應該是從來不練球 我聽過這個版本 我也看過這個版本 這個版本說他星期日就踢完一場球 就一直開派對 玩到星期三 然後星期四才開始練 他去到一個地步 是預踢於練 他踢球的狀態 你以為他在踢球 正規比賽 其實他是在練球 巴里斯奧 如果1994年拿世界盃 在我心目中 他的技術層面 比斯丹 是 是 因為只有一個樓 四五個 斯丹 都會有的 但沒有巴志奧那麼頻密 你給我的感覺 如果你說起斯丹 或者巴志奧 又或者是比利 又或者是馬當娜 這裏有跳出少少少 去講個位置比較 哪些人會較為容易 滿足到你剛才所說的 那種所謂求揚的定義 九號半 那巴志奧也是 九號半 但斯丹肯定不是九號半 但斯丹扭不了 沒有侵略性 他不是扭進去禁區的 那種進攻核心 但我對球王的要求很高 我是很高的 你沒有一扭五 不要跟我講 所以斯丹沒有可能出現這個位置 他就上不了你講球王的位置 就算不要說他 他經常的杯打得不好 就算不要說他 拍天尼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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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經常是一樓五六 他經常是一樓五六 但我的意思是 他的合格不夠馬當娜 我覺得那個Tier 斯丹和波羅不一樣 都有點不同 但都偏向那類 典雅典型 但沒有侵略 他的侵略性不夠 就是不是那一種 力速記心腦 你記住的侵略性 還有怎樣 由一個打五個打倒 是在製造空位的 在給自己一個隊友 這件事是 我心目中想 對球王的一種定義 但我聽過很多傳聞說他不練球 其實1987年有一個傳說 A.C.米蘭當時因為貝魯斯桿尼入主 我想你可能聽過這件事 貝魯斯桿尼入主 A.C.米蘭當時就傳過 A.C.米蘭想買馬拉多娜 但馬拉多娜當時就遠距了邀請 因為他知道只要自己離開了納波利市 他有生命危險 有聽過這句傳說嗎? 沒有 沒有 但反過來 我又知道另一則新聞 關於為什麼他要簽古列治 A.C.米蘭 A.C.米蘭簽古列治 下次再說吧 因為馬拉多娜 下次再說吧 我沒有聽過為什麼沒有簽馬拉多娜 我沒有聽過 OK 遲些再說吧 但是87年之後其實到了 另一個原案就是90年世紀盃 其實還有少少東西可以說的 其實本來87至88那季是可以臨莊的 因為原來那時候 那時候納波利市的外圍莊 太多人買納波利 哦 878 你說8788就是A.C.米蘭 8889就是國際米蘭 德國三 就是A.C.拿了88那屆 之後就精戰奧冠貝 創造了奧冠貝 兩次back to back的王朝 原來那屆本來也是 不過那時候打架球是很正常的 A.C.米蘭更加出了名 A.C.米蘭也算多 另外也提一提 其中一個魯馬足球生涯的烏點 不是私底上烏點 而是成績上的烏點 就是他打冠貝的表現 其實德國三有一點運氣成份 87到89那屆 他第一圈就抽了王馬 都是謹敗的 好像是總比分2比1 算是這樣的 他後來88到89那屆 贏了士特加 但其實他說 這本書講的其實也有 現窩上帝之手 但很複雜 我找來找去都找不到 因為我查過紀錄 其實442就講過 有幾次是靠上帝之手入球 是的 世界盃那次只是第四次 第四次 入到球 他說兩次就在阿根廷本地聯賽 第三次其實就是 拿波利對烏點尼斯 那時候發生過一個 入球是手拍入球 當時薛高已經在效力 烏點尼斯 就跟馬拉多納說 喂 你要跟他說 你剛才用手拍入球 馬拉多納說 我是不說 哈哈哈哈 那又怎樣 他看不到我怎麼說 那就是一個故事 而我不知道 對士特加的場合 有沒有發生過這個情況 但是 老馬很喜歡 在出球的時候 特意踢到對手的手 他有說過 其實這一招 如果大家說 他VAR 拿走了很多手球 他說 如果換轉今時的VAR 我更好 因為他的技術 他長期 你留意一下 他經常在禁區裡 挑挑挑挑挑 更容易辣到他 第二 就是他很喜歡 耍人的手 只要你不是斬石手上球場 你也可以有機會讓他拚到我 其實蘇阿雷斯 今時今日 也是經常散人的手 對 你可以留意一下 蘇七也是 對 第一個就是這樣做 就是他 所以搞到後衛 經常在那個年代 馬拉多娜會把手藏在後面 有這個現象 也是劃時代 也是劃時代 剛才那些 Rabona 杜瓜 技術上的改變 連防守也是 不夠搞 但其實當時那個年代 還可以兩屆 你可以說 有一屆是做給斯米蘭 本來可以再拿到那一架耳甲 其實很難 因為那個年代 你想想 森多利亞也很厲害 那如果是更傳奇 對 Lombardo A.C. 馬拉多威 主要是這三隊 八九九零年再贏一次 其實桂台一年那張 去蘇聯的萬人空巷那張 其實就是之後那一屆 又是打口罐盃 那張 看骨頭 Facebook cover pick那張 那一屆好一點 第一回合就抽了一支 匈牙利球會 就搞定了 第二回合就抽了 莫斯波斯巴達 雲巴士28歲退休比較難 26歲而準確一點 真的26歲 他28歲正式退休 去到第二回合 是對莫斯波斯巴達 兩場都0比0 最後在莫斯波 會成12馬出兩局 八九九零年 其實也是 最後一屆拿二甲冠軍 因為1991年 其實馬拉多拿要離開 排面上那隊比較厲害 那屆是比較厲害的 那屆是比較厲害的 那時候已經有卡拉加 還有阿林姆 還有迪拉波利 快來 那些全部都在 那時候都算是強一點 但是力壓到 那些球隊拿冠軍 都算厲害 那一個奇怪的地方 就是八九九零 馬拉多拿都帶到球隊拿冠軍 也是表現好的 但是為什麼九零年世界盃 第一又說 他好像表現也不太好 如果你說傷的話 受傷患困擾 支持球櫃 他沒有理由沒有問題 又能踢倒 但是入到世界盃 又好像卡住卡住 也影響到 整隊阿根廷打不到 九零年的世界盃 其實雖然阿根廷 跌跌跌跌跌跌的 入到世界盃的決賽 對西德 但是那屆世界盃 有很多傳言 其實馬拉多拿 其實就 不是很 在他十足狀態的情況之下 是 那麼 Pinley Sir 有些什麼補充 九零年 九零年 九零年世界盃 就是因為他贏了二甲半軍 大家就覺得阿根廷挺好 但是一看下去 你看到第一場 對哈馬龍 你就知道不對勁了 是 當時有些同學問我 你怎麼看哈馬龍對阿根廷 我就說保守一點 說和波 那些同學說 哈?阿根廷有球王 但是 你看到這對球 基本上 很老化 基本上用回 八六年 一堆舊的功臣 但是 根本就不行 有幾個新的 新鮮尼 巴布 那些 但是那些就是接不到 你看彭比道 第一球 對哈馬龍 對哈馬龍 對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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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球 一比零 對阿根廷 那球很噁心 都被他頂入 就是 那球在龍門的手 旁邊 又不是 特別很厲害 都被他頂入 就是看得出阿根廷 那些被戰的狀況 是很差的 好了 然後你看看 第二場對蘇聯 又是 阿馬多娜先用手 接著那球 贏二比零 那一場球 一般 又不能說 很差的 但是第三場對 羅馬利亞 一比一 又不是特別的 根本就是整個阿根廷 整屆世界盃 那個 九零零屆 根本就擔當了 以前德國隊的角色 就是 功利噁心的足球 噁心的足球 好了 對蘭斯萊夫 又靠哥哥哥查 救十二馬 接著 到四強 對意大利 全世界盃 最好的就是 對不起 十六強 對巴西 比巴西射到有種味 有種柱 靠馬拉當雅 一下閃光 有一個傳說 那場球 就是喝水 那些水 應該不是傳說 是真事 是真事 白蘭糕 是說什麼 他說可以這樣 之後 阿根廷那些 有一個工作人員 跟他說 那些水有些球員 不能喝 因為那些水 會令到你肚子有問題 而令到 白蘭糕當時比賽 是打不到 而那個球 就是馬拉多尼 一個扭三個 然後交了直線 給肯利基亞射 有人說 簡奴扭球 都可以一扭 剛才那個最關鍵的 扭球不是侵略性 只是一個點 而已 侵略性是力速忌心腦 力速忌心腦 缺一不可 還有領袖才能 持續性都很關鍵 很明顯選到沒有 90年其實有人說得對 打哥哥茶和肯利基亞太經典 馬先生就是精神領袖 還有其實你如果看很多場比賽 你覺得他的角色好像跟 86年有些不同 86年他好像打得比較進行 90年他好像配上中場 搏腳或者派牌那個 但就沒有那麼多盆扭 或者那麼多突破 沒有那麼多射門 主要工作 那個工作好像 角色不同了 不知道是否因為球員都不同了 或者他真的是 當肯利基亞 整班都在 亂踢人 然後在空球證 踢毛球 在浪費時間 專門踢出界 但是也很誇張 因為90年世界盃之前 其實第一場球 輸給 赫麥龍 赫麥龍 已經跟角色足夷開片了 說是有心裝 裝金馬均廷 但給白麗達說 你一系就傻 一系就賣 可能都覺得 抽到 跟赫麥龍 都已經有點不對勁 那一場 當然你說 赫麥龍球員 哭還哭 但最後還是殺傷足球 90年巴西 公利足球太厲害了 其實巴西不算公利足球 90年 是 公利過94 反而對阿均廷這場 可能因為對著世仇 反而是踢得好一點 那場球是攻得厲害的 但是 你說馬達娜那球 直線全球 嘩 手術都會辣 我剛才說 你不標他 你不上來 你不辣他 那一晚 是我球迷的第一個 黑暗之夜 為什麼 因為他撞了同一天 在西德那場同一天 雙重打擊 雙重打擊 那個就是 不過之後再說八人糕 其實你喜歡巴西嗎 不是 還有少許比足球王國的威名 真的影響了 我當然比較賣荷蘭 你覺得 九零年有點像一四 九零年其實整體來說 你說阿均廷打得保守 其實也說巴西打得保守 我想說那一隊 九零年是平均入球最低的一屆 一開始的改革就是因為這屆而起 是啊 九零年世界盃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殺到進去決賽 當然這一屆也有經典賽事 有的 也有的 有的 你說西德對英格蘭也是 也是 英格蘭對喀摩隆那場也是 英格蘭對喀摩隆也是 絕對是 英格蘭對喀摩隆也是 其實喀摩隆跟喀摩隆有聯繫也算 反而九零年出了很多特別的英雄人物 有米蘭的 巴治歐有無喜 巴治歐有史基拉斯 有加斯基里 有希基達 巴治和 就是 出了這些很特別的角色的人 就是有 人是好 但那些隊就不是特別好 反而西德隊就改變形象了 就踢得好 正面的 因為八六年其實西德隊的想法就是 用馬圖斯人叮人 對 我很想說九零年和八六年的分別 八六年 我想這個世界只有一個球員可以標籤馬圖斯 包括巴里斯都不行 不是 馬圖斯可以標籤馬圖斯 就是馬圖斯可以標籤馬圖斯 沒有其他人 因為那個攔截 運動人的力量 你是搞不定馬圖斯 他是好像一個 爆出來的火山 你經常形容馬圖斯 一個火山你按住他 沒有人按住他 原來只有馬圖斯按住他 八六年是人叮人了整場 八六年的決策 有一點反映到六六年的決賽 找碧根包環去標籤不比柴爾頓 對 當然這個戰術是犧牲了他兩個角色的攻擊力 但是後來最生氣你也要放馬圖斯上去 才可以 因為你落後了兩球 所以已經不能選擇了 但是其實這一屆世界盃90年 其實相對地馬圖斯的光芒沒有那麼顯露 所以赤回自己的球 但是其實都叫做西德隊 憑著十二馬由布林美操刀射成一比零 布林美那一屆也打得很好 贏了世界盃 其實柴宇法的話題 當時都在說馬圖斯和馬拉多娜的一個競技 一個決戰 因為兩個有點像是同一級的球員 或者位置上會經常碰到頭 因為那時候馬圖斯還沒有改打清道夫 還是打中場 而馬拉多娜就在十號位置 經常都會碰到頭 其實大家都懂英雄做英雄 八六年世界盃之後 其實馬拉多娜有要求過拿波里的人 特意飛去姆尼克 就去簽馬圖斯過去拿波里 當時馬圖斯又遠距了 但是馬拉多娜檢教會馬圖斯 就是因為八六年世界盃的時候 他很欣賞這個球員 覺得這個球員可以幫到拿波里 所以特意叫人過去簽馬圖斯 八六年才說 八六年 八六年 但是拒絕了之後馬圖斯 八八年就去了國際米蘭 真的不得了 如果簽了就不得了 這兩個同隊 不夠打的 那不用簽阿林姆 加上加拉加的話 其實 夠打的 夠打的 真是滯意甲 夠打的 所以後來就簽了阿林姆 阿林姆在這個葡文解釋就是德國人 阿林姆 還有他也是全能攻守兼備 全能中場 那些 但是馬圖斯又高幾班 因為馬圖斯左右腳開到 本身的技術也好 其實八十年代尾這兩個球員的對碰都成為很多話題 八八九年球季最後一場球 就是拿波里對國際米蘭 當時馬圖斯對拿波里入了佛球 我沒有記錯 就贏了拿波里 那一屆就奠定了那一屆二甲的冠軍 八八八九年 在二甲也碰頭很多 在世界杯也碰頭 對 世界杯也幾次碰頭 還有西德對阿根廷這個決賽組合 是連續兩屆都出現 這是記錄來的 是的 希望下年不要 下年不要 90年那一屆決賽 用巴治和馬當勒 那時候馬當勒當勒不合 五成功力 那時候馬當勒當勒不合 如果八六年馬當勒 那麽一定會搞他 沒有什麼 八六年 如果八六年馬當勒 那時候馬當勒當勒當勒 那時候馬當勒當勒當勒 其實馬當勒當勒當勒 那時候馬當勒當勒 那時候馬當勒當勒 剛才那季二甲也光芒四射 現在還在幫勒奈西打冠軍 剛剛是有點意外 那一輩是一輩子打得更警惡 可能是第一場客幕後 他被人踢太厲害 可能是 有可能會被抓傷的舊眼 但是有一個傳說 也應該是真的 就是在四強的時候 阿根廷對著意大利 還叫在納布拉斯打 納布里的主場 也不是傳說 他直接講得明白 他呼籲納布里的球迷 支持阿根廷 北方人也沒有當過意大利人 要你支持阿根廷 但是反應很負面 反而納布里的居民會覺得 難得國家在這些時候才會團結 因為他們破壞我們 一離間我們 所以反而是不太好 這其實是他生涯的轉捩點 其實他是得罪了全意大利的人 第二是輸了 西加坡國軍 有投票當時說 有四成的意大利球迷 當時是想阿根廷贏的 因為馬拉多納的關係 但是最後是因為他出來呼籲 還有得罪了意大利人 也得罪了黑手黨 也是他職業生涯的轉捩點 還有輸了決賽 他又繼續說 國際祝協根本一直想陰謀搞交隊 阿根廷 那這件事也會惹國際祝協 他的保護了 我聽過90年代未有期四四二提過 有一個專題叫足球陰謀論 他說其實國際祝協在巴塞那時候已經知道他染上毒癮了 但是知道因為這個球 因為他是那時候世界上第一巨星 如果太早踢爆他的話 可能會影響足球隊的產業 所以一直幫他隱瞞著 直到90年代世界背後 你得罪了所有意大利人 因為四強那場球 你出來呼籲高調就叫意大利人來 意大利人又覺得你在拆散他們 那時候就不強 所以最後意大利人對他都很不客氣 大家知道之後就開始叫他驗毒 之前也會抽到驗毒 就找一個特製的假狗來裝上別人的尿 簡單說 那次他驗了假狗不知他在哪裡 他迫著找回自己 他說直接找其他人的 因為是假狗開隻眼 但四強其實對意大利的前提 是意大利大家都知道那時候很強的防守 你想想哥斯達、古達、巴里斯、馬電尼 後防司機 那一屆對肯尼基亞的腳球是意大利的 是失的第一個入球 入到四強才失第一個入球 是多麼誇張 就是這樣被肯尼基亞入球 還有進攻組合都是臨場 本來通常都是維埃利和文仙尼 維埃利和文仙尼 就是深多利亞的兩個 兩個都雅火在表現上 所以是靠斯基拉斯和巴治奧 反而就逃了出來 在講解意大利的防守很強 右後位是帕高美 左後位是馬電尼 中間是肺尼和巴里斯 這個組合真的沒有得到 這個組合很強很強 帕高美、巴里斯、馬電尼、九四都是他們 龍門、新格 新格比較差 新格比較差 新格那時是意大利龍門算是好的 因為那時是帕劉加未出來 哥斯達古達不厲害嗎 哥斯達古達是厲害的 那時都是年輕人 未入選的 還有後備是費拉娜、維祖活 和迪亞、高斯天尼 這些是後備 祖恩達斯都為了 可以先組兩條A級防守 當然厲害 那時都說四強才塞第一個球 其實很多意大利球迷 以為領斯1比0能夠收工 怎會有頭隊能夠入球 永遠都不失球 這麼穩固 誰知道比克尼基亞也猜不到 又是這樣的 那麼追成1比1 有些猜不到的情況之後 爆冷淘汰 意大利出局 入決賽 其實阿根廷那一屆 不打得好 其實對對也是打功利足球 而且對對也是很保守 所以其實90年世界盃 跟8年比是相差很遠 那個精彩程度 是沒得比 還有他最初賽對蘇聯主 如果那個手球真的斷正 還發白紅包 我想是無可 十六強都去不了 真的 其實之後再幫 在意大利再多一個球櫃 再幫他打多一個球櫃 剛才說90年曬布是一個轉捋點 就是因為他們得罪了所有以大利 就是馬當娜得罪了以大利 所有保護傘都消失了 沒有人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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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在80年代 他可能在80年代 他可能會有類似美斯的數字 但可能會有很諷刺 他可能會有長長時期留在巴塞 他不會轉回到拉波里 應該就會有令到 他留在巴塞不轉期 他去到拉波里 可以把拉波里這個地方 從一個低 他不是在內地球會 認同整個城市 對 這樣才轉回到巴塞不轉期 我感覺只做到買吳奴夫之後 但是他的成績應該比克勒夫 而且他會弄得共老虎做不成教練 吸食可堅會不會加強表一定不會 不會 可堅不是那些 但其實他的藥劑師是給了很多雞腿走食的藥物幫助他 其實他有一個叫做在南波里的年代 有一個近身的個人訓練 也是治療師 營養師之類 其實他是有新陳代謝的問題 雖然你看看體型 肥肥仔仔不像一個典型的運動員 即使看比利也很健美 但他是肥矮 還是醜 只差賊同毒 都齊了 其實他是有一個健身的問題 他要長期跟著一個個人訓練 而我不知道 其實我覺得如果他即使不操練 其實他自己可能也有些事情要跟一跟 即是不是那麼簡單 那個人訓練師叫Signorini Signorini 歷史上沒有如果 如果不踢東西 可能生物可亂自殺 如果沒有這樣的惡習就不是成就了 這個逆稱逆邪 他的人生最有型的就是逆稱逆邪 因為他球場上已經充滿了一切 已經去到他有一種就是沒有什麼忌諾 或者他成名也太厲害 所以才會集在毒品裡面 可卡恩是絕對不會令他加強表演的 不會的 他這麼早死後 我覺得也是跟可卡恩有關 因為其實 他的心臟的負荷很大 是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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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1985年到1990年5年都可以說他球員年度是一個很高峰的時間 但是其實1990年之後 有些人就說自從一被拒絕就拒絕了15個月 就是你不能踢球嘛 球會又不要你了 他就變成之後開始就下滑了 到30歲之後 比利瑞認不認同嗎 30歲之後 施健章說他30歲之後沒有踢過一腳好球 不過他當時是算我輕微不認同 因為我看到他30歲之後有踢過好球 但是想聽大家的意見 他起碰過高峰跌了一大截 因為他接下來是由西維爾的 在西维尔那一招也没有什么了道 可能我用高一点的尺度量度 但在那一招我认识了一个叫做Souga Souga对西维尔 匹罗地亚特 但之后比较好一点我认为是在阿根廷94年 对西维尔那一招也证明他是吃药 刚才有网友也说是否在1994年特意做他 但其实对西维尔入圆的波 他对着镜头指敲的那一招 你就会看到他在一个很亢奋的状态 其实我是他,我是会亢奋 而且我不会觉得那一招指标是他吃了禁药 因为后来他查询成份的黄简素 其实是很marginal 不是完全是体育上的更新 所以那一招是否完全是吃禁药去禁药 那种东西似乎是得罪人 因为那些有时候都被你走检位来黄简素 是得罪了国际组业 得罪了建制才可以这样继续 刚才阿近都说他这么讨论反美 都跟1994年那一招有关 因为他15个月的停赛 导致他当初1994年可不可以入境美国 踢世界杯入境也有困难的 因为说他做药 美国政府好像说 最初打算不发签证给他 所以他一开始都已经对美国 对这个世界杯的主板单位 已经有一条刺 这还有少许原因 现在美国不让他入境 他是跟那时哥伦比亚的毒枭 阿斯高巴 那时传说每逢欧洲的头鼠 阿斯高巴的家族 是会请世界上最最高的球星 去他的私人大宅踢衛生球 而他们的家族会分两班人 就好像踢街球 每人逢了一个 他们是会对赌的 老马是唯一一个承认有去过这个聚会 世界上没有其他球星认过 但可以想象到 1980年代和1991年代初 那些球星是什么人 还有什么人会有传闻过去 我也想知道 传闻去哪 即是去阿斯高巴的大大 即是踢球 即是去对岛 当然是开外派对之类之类的 要救他踢 其实应该是升降入入的 我估计哥伦比亚的角力都应该有份 都不会够的 真是很远 是的 不过外围赛 阿根廷是大敗给哥伦比亚大高 结果就是惨租这个灯神毒手 是的 我给你 他就立刻说他是奪官大元本 但是你说阿根廷 1994世纪盃遗赛 差点出不到1994 1986年也是这样 他搞得踢澳洲负加财 那时候老马復出 勉勉强才入了决赛 1994年世界杯 其实有一个传说 我找来找去都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我看看大家能不能回答我 有人说 1994年世界杯 但是他不接触到合约 就会操到世界杯 如果在他的情况下 他第一场对希联 入足球球 我没有跟过操的 大半年 我在柳卫尔救生队 踢了几场 就被人解药了 其实他是有亢奋的理由 不可以只是说 他可能那个亢奋是一定吸了毒 后来查询 黄简素也发现 原来是很marginal 所以其实就是 看看国队是否让你过 但果然是不让他过 直接影响到 但那世界杯 其实比利sir 你也记得我和他的经典赛事 和阿根廷都有关 罗马利亚对阿根廷 当然 其实第2、3场 其实因为他的报告未出 不让马亚当娜上阵 你有没有印象 对你也没有印象 到被马亚当娜出 跟马亚当娜 禁制他 已经禁止了他 踢罗马利亚的场合 不能出 但那时候 其实马亚根廷 我想说 1994年 都开始升纲纲纲 没有了马亚当娜 都依然有 1993 是连续两届 就是拿奥美酒国家杯 是的 他的新人 是配出 巴迪斯道是其中一个 他不算很新 但开始冒起 20岁出头 22、23岁 接着还有巴布 又是开始出头 我想说 阿迪加是厚一点 但其实 1994年 就是那时候 马亚当娜停赛 就找他 对了上去 哦 对了上去 依然有 新鲜尼 斯蒙尼 列当道 列当道 列当道很棒 查莫特 列基尼 这些球员 全部都可以踢 查莫特很棒 所以 如果有马亚当娜 应该都会赢罗马利亚 我觉得有马亚当娜 应该可以进入到四局 如果是更加经典 是的 即是两个马亚当娜 正版黑杰 和哈尔巴斯山黑杰 对对战 查莫特 查莫特 即是打后防 阿耶拉 那时候是厚一点 阿耶拉 那时候是勒基尼查莫特 我记得 好像还有 新尼迪有没有 有 有新鲜尼 新鲜尼有 有 还有卡莎里斯 中间是卡莎里斯 卡莎里斯 卡莎里斯 是 有 新鲜尼有 斯蒙尼 我记得 斯蒙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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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厉害的 总之那队球是厉害的 就是94年 开始看到一些新星武器 而 有斯蒙尼有 有斯蒙尼 我记得有 有肯定有 斯蒙尼有 而且我那时候看新鲜尼的样子 这次是老将 他那时候看新鲜尼的样子 他那时候看新鲜尼的样子 有点像 新鲜尼的样子 像白鑣 是呀 像白鑣 他有小法 是小法 而且他是金法 橙法 他不是 深色头法 第一眼的感觉 像白鑣 像白鑣 TOM也是发线尚尼的样子 是小事 是吧 新鲜尼 是的 身鲜尼的样子 真的像白鑣 给大家看一下 新鲜尼的头发 找白鑣的样子出来给大家看 哈哈哈哈 其实 Binley先生 我印象里 94年星期盃 這樣就 很 我觉得人脚在不错的情况之下 都很早出局16强 而这个是 我觉得是 失望 其实这一届小小杯之后 麦当娜也没有再出现过 也是英份 老实说 你82年踢到94 十二年小小杯 其实都算是这样 那时候 之後 阿均廷就还稅 巴薩里拉 巴薩里拉更加 沒有人去省 變成是保守 把所有 麦当娜的党語 94是哪个 我真的不记得 94年是 巴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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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巴薩里 巴薩里 其實是被二三之后教过的 是2002年之后 是 2002年之后 是2002年之后 再厚一点 巴薩里拉 有时候清党的理由 就说 劉长发和戴耳環 要走 是同性戀 不是 他说这些是同性戀 这是基佬的表现 結果 馬拉多纳和肯尼基 又回到小寶加 那些入球 激敏了一宗 其實就是在示威 是的 這件事 補充 有传过肯尼基 和馬拉多纳是同性戀 因爲 那时候我看雜誌 肯尼基 的第一名叫 Claudio Claudio 奧子尼基 奧子尼 在西班牙文 代表男性 男性 但是 有说馬拉多纳 常常叫 肯尼基 叫Claudia 奧子尼基 第一名 第一名 奧子尼基 奧子尼基 尼基 他倆 真的找到白票 很後 Kiss 就應該是很後 90年代 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已經露了 這張示威抗議 想有少少意外的同志平權 其實我想說 在馬拉多纳 94年 退出之後 其實佔佔就 淡出球壇 98年 正式淡出球壇 回到小寶加 回到小寶加 就有這些場面 肯尼基 2002年 比爾沙都選舉 進去打世界杯 後來好像王家維拍的 春光炸戰 是走去布尼亞洛斯 艾利斯 後來有一個製作特輯 原來是有一些 沒有用 其實他公影版 有一幕 在球場看 何索索對小寶加 即是一閃而過 原來還有一幕 有看 我看到梁朝鮑 梁朝鮑跟馬拉多納刷 是嗎 其實為什麼要選 98年才奴彼 要選在阿根廷拍春光炸戰 據說有一個說法 純粹是因為王家維想去阿根廷看球 是 朝聖 恭喜施用到 那時候還有馬拉多納在小寶加 1995年左右 裡面有幾幕場景 譬如說你看球 或者進去馬場 都是選一些很當地特色的東西 其實馬拉多納之後 有幾個馬拉多納接班人 第一個 反而是小人談論的加拿道 因為1995年 因為1995年 尾仔奧加杯 他是穿著10號球衫 還有身形 身高 髮型 加拿道真的有點像 加拿道已經好像教了河床 對 河床教練 其實加拿道就是第一任 我覺得像是馬拉多納接班人 當然 1995年他穿著10號球衫 之後就穿柯迪加 也有保羅艾馬 迪亞力申道 然後到美斯 然後是烈基美和河床 烈基美有點不像 公公大大 我會形容他們是分體色馬拉多納 你把他們兩個黏在一起就是 黏在一起就像阿力申道 是嗎 不知道 不知道 因為 加拿道最 加拿道 烈基美反而是像馬拉多納童年的偶像 因為烈基美更加 即是淡靜一點 即是他有必殺技 是停一停球 然後看定一點 即是法蘭斯哥里的類型 迪維斯也不是 迪維斯是正戰頭 但他心態也是相似 風格相似 其實只要迪維斯的心態 踏入美斯就是馬拉多納 是 而且再加上你看看 迪維斯的身形 又有幾分 厚身 厚身矮 力量撞得到 其實馬拉多納的下盆 賺得很厲害 我覺得迪維斯雖然撞過他 但是賺不過馬拉多納的 馬拉多納真的好穩的下盆 撞過他 不倒翁 又上來 但是美斯 我剛才講過幾個 迪阿力申道 加拿道 奧迪加 美斯 艾瑪 這五個 最後的戴巴拿也算了 還可以了 戴巴拿已經不太能扭 但其實我剛才講過力速忌深 那些人總是相差一樣的 即使美斯也總是相差一點 要是差一點力量 要是差一點 要是太毒食 我們家有些沒有腦 即是 總是差一點點東西 我不知道迪維斯先生認不認同 幾個馬拉多納接班人 第一句同意 其實我經常都講 當巴迪斯道達出道的時候 人們就說他是新金巴斯 等同那些人說美斯出現的時候 就說他是新馬拉多納 其實所謂的新什麼什麼都沒有用 通常都要靠自己建立自己的道路 風格 是的 走以往前輩的路 你很難走得出他的陰影 是阿古路 阿古路 阿古路應該是 他的前女性 前女性 前女性 沒有啦 其實我覺得他的球員生涯 就是 這樣就 少少 迪維斯反為 似少少 克尼基亞 是的 克尼基亞 我也很喜歡盧比斯 小時候 盧比斯 快速打反擊的前鋒 快速打反擊前鋒 其實九八年他也是打巴迪斯道達打箭頭的 兩個 那時候很流行的陣式是4-4-2 但是一個防中一個攻擊中場 然後兩個箭頭 很多隊都是這樣打 你記不記得比利Sir 那時候是這樣 一個攻擊中場鬥著兩個前鋒 三個攻擊 再加兩個翼鋒 但是 現在 今時今日太進取了 看回 盧比斯 很懂得使用 我覺得華倫西亞的盧比斯 是最厲害的 拉數也是浪費了他的 拉數 圍攻的球隊是不適合用盧比斯 是要打反擊的球隊 就適合盧比斯 你如果喜歡基斯普多一點 其實很難 就是 我很想說巴迪斯道達 給我的感覺很震撼 是 因為 其實伊甲在我小時候 大約五歲左右 我爸爸都喜歡老馬 其實我發現 看來看去 他就算錄下的版本 來來去都是那幾場 因為他不是經常有 他生一次足球勝士 80年代 我想 來來去都是幾隊 經常都是那幾個戲碼 AC 拿波里 國際米蘭 早記 森多利亞 這幾隊 迪馬利亞 像肯尼基亞 不是那回事 誰說是迪馬利亞 還是肯尼基亞 不是那回事 不是那回事 肯尼基亞 超級快 巴東利亞 那時候我很記得 沙池足球勝士 其實來來去去去 幾個月才播一場 因為大戲碼 都是AC米蘭 國際米蘭 森多利亞 我禮拜日會有精華 有精華 但你要看直播 老爸陸 好悍有 好悍有 還有三家半夜 是不是很悍有 而拿波里都是一隊 那五隊經常會出現 有直播的球隊之一 但其實到九十年代初 已經多了一點 九十年代初又開始變了 有巴迪斯奴達的 菲倫天娜 都會經常播 拉素 拉素 柏爾馬 AC米蘭 國際米蘭 那時候七雄都會多一點 那時候剛才看球 我看球時 最初是看二甲 無論是看錄影底 八十年代尾 到九十年代頭 都是看二甲 可以接觸二甲 到九五年 我才開始看得甲 那時候給我印象 就是二甲是全世界最好看 不是 二甲是TVB 潘忠明加鐘仔 我記得 潘忠明加鐘仔 你記得是不是 潘忠明加鐘仔 潘忠明一定是 因為他經常說米蘭 不是 潘忠明加蔡玉 好像是 那時候 蔡仔厚一點 蔡仔厚一點 開頭是蔡玉 蔡玉加 潘忠明一定是 我忘記了你那個 潘忠明我經常認識他 他很熟義大利球 那時候 但是 那時候 整個感覺就是 整個 整個 轉動就是 馬雅多娜變成巴奕斯奴達的 一個年代 好像很厲害 阿根廷長期 其他人接歸 我還記得九五年 那時候 踢美洲學家杯 二甲神射手榜 頭兩名是 第一名是巴奕斯奴達 第二名是巴布 兩個都是阿根廷球員 令到人覺得阿根廷的捉球員很令人期待 但是其實 到了最新的那一 我自己覺得是2002年 但是2002年 老馬退休了 巴奕斯奴達開始老 但是也有基斯普 有很多球員 哇 前中後 和達森美爾 新尼迪 那時候很完整 那時候 但是贏不了任何事情 比爾沙在那裡 真的亂點這張譜 其實很莫名其妙 他有些決定 例如他還是找巴迪斯奴達做正選 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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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基斯普做做做後備 其實是很大不幸 如果他這一屆是教得好 可以發揮到他好那一面的話 繼續教下去 可能比斯在他手上可以發揮得最好 或者零六年 他的機會會比較大 零六年 零六年對我來說是扔心扔肺 那一刻換人 對德國那一刻 你現在又捧阿根廷 不是吧 你剛才說巴西 不是巴西的 不是 你現在去到… 我是捧比斯 越來越多 你現在要幫馬拉多娜賣賣尾 你不能不提零六年 是 不是 如果是一零 一零 但我給我的感覺 馬拉多娜不會懂得教球 我很記得一零年 那一年 湯馬士梅娜 都叫做進了幾球球 出名的 還有聽了拜武尼克 你坐在你旁邊 馬拉多娜拍攝 這是哪裡來的 我走 我突然找一個 撿球仔坐在我旁邊 我不會做訪問 如果你不搞定這套唱 馬拉多娜也走出去 我當時心想 你做阿根廷教練 對德國隊 你不用做research 這位球員 是球員 你說他Bagballboy 不是吧 大哥 因為那時候二十歲 但這本書講的東西 發現了美斯要負負負責任 為什麼呢 原來一零年開 未踢完鞋子之前 老馬是找了他 談過到底陣地點牌 最後他的共識就是 我踢回 美斯說我踢回你以前 踢的十堂位 當然這是大錯特錯 一本那個位 是應該找迪威斯去踢的 當然這次反映出 美斯的節奏修養 是疾到無論 但更加反映到一件事 其實馬拉多娜也走不出 他自己以前那套賣 對 我想沒有賣 因為他這麼天才球員 你除了郭魯夫之外 很少見到人教導 很少可以 他覺得美斯是轉世靈活 他要怎樣做 他要怎樣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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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好球沒問題 你又拿著美斯 又要迪威斯 這個也挺嬰兒潮老師 我覺得我老子以前 走得通過的方程式 你就繼續走 其實他教球 只不過是日神 不用太認真 那個是阿根提國民的程義傑 他們都覺得 這方面其實有點卑利性 請他去教球 不過好像聘請神將過來拜 或者是人生教練 華朗沒有踢一靈 華朗那時候是水尾 有啊有啊 水尾 我現在身為美斯球衛 或者去到見證美斯 現在萬年開始 我心情是更加複雜 坎苛算遲了 33歲差不多 現在差不多了 不過我想 感覺也是正常的 因為可能多多少少美斯 我之前都提過 我覺得 94年打後 阿根廷的握運 其實或多或少 是由78年到90年之間 那些巧翠豪奪 那些五光彩的東西 加起來的總報應 因為多多少少 而最不幸要背負這個 背負這個報應的有份的是美斯 因為美斯自己都夢想 可能是走回前人的傷和軌跡 就是想過 之前我都會想過 假如美斯當初選西班牙 會不會成就更高 但後來我看詳細一點 他成長的歷程 我發現是不可能的 他根本不會選西班牙 他根本在阿根廷成長的 童年那一段 是他很深的樂印 甚至他跟他女朋友結婚 都是在羅沙里澳 他隔離倫舍 兩家人從小到大 就是識梅竹馬 他選西班牙 他會變成另一個惡夢 他會給阿根廷 當他是人民公敵 他也是另一組痛苦 可能他拿的杯子會多 Billy Sir 有什麼說話 關於教練生涯的馬拉多娜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或是球員生涯之後 你對他的印象是怎樣的呢 其實 教練生涯就不用怎麼說 大家都知道 但是球員的年代 他的確有很多場外的新聞 尤其是射器槍射記者 打破記者的槍 又有私生子 我看的時候 報道書至此有兩個 他的私生子 他的樣子很維持他的 還有吸動 但是無損呢 我也是同意 有位網友 叫做Lawrence Hall 他說得對 你可以不認同 他的人格 但是你一定要認同他的球技 你不喜歡他 你也很喜歡看他踢球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人很大 我認為不可複製 不可複製 不可複製 經典 我做一個總結 我就覺得 他在我心目中 是T1球王 只有他和比利 和迪士提昏路系 其餘全部都不是 差一點 力速記心路 總是差一點 要不就是差一點 持續性長時間 你說西哨 很短時間 朗拿道 總是覺得朗拿道是 太多傷 本來也有機會 本來也有機會 差一點 接著 所以我在我心目中 我自己覺得 馬拉多娜是一個很神聖 或者是 我剛才第一個認識 或者聽得最多的足球員 我有印象的足球員 就是馬拉多娜 是一個很神聖 很神聖的地位 其實我可以用貝拉道的故事 做一個編集 貝拉道很喜歡球員 就跟球員說 你要多用球 喜歡技術好的球員 就是選你入球隊 如果不是 就不要下次 技術不好 不夠好 不要打算去英格蘭 那些球員這樣踢 要一些技術好的球員 然後馬拉多娜 有一次 就一邊滴球 就由他房子一邊滴 一邊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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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撕麵包 也在滴球 然後貝拉道就跟其他球員 聽得到 這個就是 為什麼他是馬拉多娜 因為他可以做到你做不到的事情 我就要你這樣練球 就要這樣的球感 有一個技術 就可以操控到球賽 就是一個這樣的神的人 可以當時做到很多人想不到的 帶著一隊 大家覺得是16強 阿根廷贏到世界杯冠軍 當時是80年代最強 世界杯的比賽最大的年代 稱著拿波利 不是升高的 是拿波利 中營班 加他一個 可以稱得到冠軍 可以跟AC馬蘭抗衡 可以向弱勢社群抗衡 可以向國際足協抗衡 是一個好轉 以後都不會再發生的一個人 扣旺 除了技術之外 也是一樣東西 傳奇性 現在整個社會 足球文化 至於全球化 很多人都不敢敢敢言 因為怕自己的商業因素 你可以說贊助 廣告 全部都影響自己的收入 那時候沒有那麼誇張 所以那時候可以造就這種性格的人出來做一個英雄 全球化的影響 其實不單止對足球 我想對你說話 就像奧斯二一樣 活生生的例子 是嗎 不會再出現的了 你一個馬拉多娜 就算球技一樣 場外的東西 那個政治的風範 以前 我很想說 以前的南美 足球名詩很有政治和社會資本 即是觸覺呢 現在是不可以有的 所以 我想最後一個 我們真的見證到的 T1球王就是馬拉多娜 今天講到這麼多 馬拉多娜 就在2020年11月25日去世 享年60歲 願天國有足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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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